我问大家,是在这儿接触球,这是一号位置,还是在这儿接触球,这是二号位置,还是在这儿接触球,这是三号位置 我们再来说一遍啊,一号位置是在我腰腹的,腰腹左右的位置 二号位置是在正前方的位置,三号位置是在胸前高度离我身体较远的位置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三号位置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去接触球 所以三号胸前的位置的高度是错误的,那么第一个,这个位置它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在初学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离自己的身体稍微近一点的角度 腰腹,刚刚脱离我的腰腹引拍,在我腰腹稍微前侧的一点的位置进行出球 那这样的话会便于我们去更好的去找点 等你发好的时候,你的合力点开始拉长 就是你敢引拍了,我们很多人做下映球的时候就做到这儿 不太敢去引拍拉手,实际就是对自己,怕自己接触不到球 怕自己打不好的一个关键 所以二号位置的球呢,它相对来说会更加合理一点 是在我人体的正前方,那么通过我拉手之后 在正前方去接触到这个球,产生一定的摩擦合力 那么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大家可以借助一个离自己身体稍微近一点的位置 稍微近一点的这个位置,然后看 这个位置进行出球 出球,这个位置的出球便于我们初学的时候大家进行使用 那如果说我们在拉手出去的二号位置呢 是便于以后在合力引拍,就是我敢做蓄力了 然后在出球这一瞬间,我去发力,去赢钱 所以我在右前方的这个位置,出球的这个力量 相对来说,它的合力点会更加充分一点 但是我们不能把点放到上面来 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们要发侧上拳 很多人的勾手侧上拳,一发勾手就在这了 看,点就提起来了 在这去接触球,这就是一个错误 我们的点过高的话,你的摩擦距离就会较短 所以我们的点得放在腰腹的高度上 勾手发球更是一个压住重心,压住弧线的动作 所以你的接触点应该在腰腹前侧,高度在腰腹前侧 接触到球的时候,向侧上方用力或向前用力 这个是一定要有区别的 如果大家在打的过程中,我们的骑手发侧上就往上走 你会发现它的距离太短了 距离摩擦一短的话,它的这个球的摩擦力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呢,我们在发这种正常的这种勾手发球的起位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精准的把它找到 我们的这个勾手动作都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都在这儿去发,还怕 把手放下来 在这儿腰腹肚脐位置的高度去出球 利用我们的身体核心力量去出球 千万别手举太高 就是我们错误的三号位置点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好了,那么我说的这个机球点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理解了